农历几亥年到来之际 位于多伦多的加拿大佛教会 占山经社举行除夕夜 壮中祈福一事 当地数千民众来到这里 手碎迎亲 点燃新年的头筑香 占山经社住持 与来自加拿大联邦 省 市 三级政府的政界人士 中国驻多伦多祖灵馆代表 以及当地名流 共同为民众献上新春祝福 大家都知道 2019年是诸年 众所宗师 知代表富足 诚实 和平 康慨 好平气 随着新年多到来 我们要放下过去的种种不得意的事情 包括你的失忆和绝望 让我们勇敢面对新的一年 奉花图前 拥抱我们的幸福 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当地时间2月5号零点 嘉宾们共同拉动红筹 撞响和平终生 寺内住持与嘉宾和信众们一一撞中 为新的一年祈福 有志愿者扮作辅助公仔 在寺内迎接相克 送上喜气和祝愿 加拿大战山经社成立于1973年 是多伦多宣扬中国大乘佛教成立最早 规模最大的佛教组织之一